根据最新的国民营养状况变迁调查 超过九成的血统每个礼拜会喝超过一杯的寒糖饮料 不过医生就提醒家长了 这样一来可是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 最好是可以用优质的鲜乳来取代手摇饮或是甜品 每天喝两杯鲜乳 这里头含有的蛋白质跟钙 都可以大大的帮助骨骼的发育 再搭配上良好的饮食习惯 运动跟睡眠 才可以让家里的宝贝长得头好壮壮 好这手摇饮料再配上洋芋片 小朋友最期待的零食时间 大口大口吃得好开心 但您知道吗 根据最新国民营养状况变迁调查 超过九成的血统 每周至少都会喝一杯寒糖饮料 医生就提醒家长长期 让小朋友把甜食当作点心 恐怕会大大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 500cc的寒糖饮料的话 都很有可能会导致说 我们的生长激素就是停止分泌 大概两个小时之久 那长期下来一定会对小朋友 有一些很严重的影响 生长激素会刺激生长版 生长骨头是孩子长高的关键 医生建议得培养孩子正确饮食习惯 用鲜乳代替零食以及含糖饮料 鲜奶不仅是富含这个 生长激素所需要的这个氨基酸 而且它其中也是富含很 丰富的钙质 那对小朋友来说 就是这些氨基酸 不只是生长激素的原料 而且钙质也是可以帮助骨骼的 骨骼的成熟跟发育 蛋白质中的氨基酸 可以帮助孩子分泌生长激素 但鲜乳该怎么喝 营养师建议每天早上先喝一杯鲜乳 到了放学后或者是睡前 则是摄取第二杯的最佳时期 对小孩子来说的话 现在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饮品 而且现在小孩子他的摄取 含糖饮料的状况非常严重 所以我蛮建议就是早上一杯 跟傍晚回家或晚上睡前一杯 所以他其实除了帮小孩子 补充到营养以外 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他 去取代他含糖饮料 未来孩子的身高着想 良好的饮食习惯 搭配运动和充足睡眠 家长千万不能轻呼 才能帮助孩童健康成长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 谢谢台北综合